市北一军会议召开 强调强化党管武装工作 深化军政军民团结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强调要把资源要素 更多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提升科技创新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汕头护元通成立十年 打造智慧助老汕头样本 得民心集中至聚合力 助力探索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汕头方案 今年第二批共212户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 得到公租房安置 我是实现今年多渠道筹集公租房500套的承诺 汕头市富有保健院新院区落成启用 新院区占地面积是老院区十倍 设置床位900张 颜值与实力双双提升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2023年12月28号星期四 农历冬月十六 欢迎收看汕头新闻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禁止市委书记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温战斌 主持召开市委义军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强军思想 贯彻落实省军区第13次党代会精神 听取党管武装工作数值 分析当前武装工作形势 审议有关事项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汕头警备区党委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 扎实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理论武装入侵入魂 练兵备战斗志昂扬 国防动员新格局加速构建 为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强调 要不断强化党管武装政治自决 始终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 教育引导广大官兵坚持两个确立 做到两个维护 加固管武心无责任 对重大问题亲自过问 重要事想下导一线解决 在促进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上 展现汕头担当 要深入推进国防动员力量建设 加快构建完善 党全面领导 政府抓建军队使用 三者有机统一的国防动员新格局 聚焦练兵备战职能使命 进一步完善 应征入伍激励政策 为部队输送更多高质量兵员 要全面推进新一轮双拥创建工作 一如既往做好 退役军人安置 家属随军就业 子女入托入学等工作 创新国防教育形式 丰富国防教育载体 使热爱国防建设国防 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 警备区要继续动员协调 助善部队和广大民兵 在发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的同时 大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涉及参与工业力士产业强势 百千万工程 绿美汕头生态建设等重点工作 共同谱写军政居民团结新篇章 市领导黄果 吴刚 许洪华 田辉 蔡永明 叶贤 林瑞武 赵志涛 汕头警备区领导张红俊 段建云参加会议 今天上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 同时套开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精神 听取我市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有关情况汇报 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市长曾风宝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 去年我是获批开展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以来 认真对标对表建设目标任务 全面加快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 再加大科技创新投入 深化科技创新交流 推进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加强产学研合作对接 推动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但与加快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对科技创新的要求相比 目前我市创新能力尚未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会议强调 要强化主体责任 各区县各相关部门 要对照建设指标 清单式细化分解目标任务 把资源要素更多投向科技创新领域 要聚焦短板弱项 努力解决存在问题 抓好指标落实 要加强氛围营造 各级各部门 要把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形成共促创新的强大合力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 提升科技创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会议对统筹做好元旦春节期间各项工作进行部署 强调各区县各部门 要落实好属地责任和部门职责 做好困难群众的救助帮扶 加大临时救助力度 要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确保供电供气稳定 加强重要民生商品产销保供 落实食品安全 景区安全措施 确保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假期 要细化服务保障出行 公安交通运输等部门 加强对重点路段 重点时段 重点车辆的服务管理 完善交通应急疏导预案 打击交通违法违规行为 要统筹做好传染病防控 保护群众身体健康 要深化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的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强化安全防范 要坚持勤俭文明过节 防止四风问题反弹 要加强值班值守 落细落实各项应急准备措施 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 汕头市南澳岛规划建设管理办法 研究决定的其他事项 汕头是一座志愿之城 有爱之城 汕头护群通成立十年来 在全国开创政府购买服务 加公益志愿服务相结合的模式 成为汕头志愿服务最闪亮的名片 打造智慧助老汕头样本 探索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汕头方案 汕头护群通之所以做得成 做得久 做得好 根本原因就在于得明星 集中志 聚合力 让潮汕优秀传统文化 在长者子女 志愿者三者互动中 得到最精彩的演绎和表达 真正走进群众的心里 近期我是气温大幅下降 护群通志愿者挨个给老人打电话 或直接上门 叮嘱他们要天衣保暖 为老人送一送背 这样的服务 志愿者已经坚持了十年 坚持公益之路 不收长者一分钱 不喝长者一口水 汕头护群通于2013年10月 全国第一个法定老年人节诞生 从龙湖区起步 到2022年 汕头护群通推广到全市六区一线 有别于全国同类的公益助老服务项目 汕头护群通不只是通过一台电话 或一个手表等智能终端 对老年人的需求进行一键接单派单 他还汇聚了一批有志于公益事业 重得向善的志愿者 搭建起自己的志愿服务队伍和网络 做到随时调配力量 快速响应需求 一站式服务老年人 服务内容包括紧急救援 生活协助 保健康复 法律援助等八大类 180项 基本涵盖老人的居家养老需求 一大批来自社会各行各业 有一定技术专长的青年这样子 24小时守望长子 做到长子一夫即通 依旧就到 从街道长子的求助 到长子居住的位置 配合120网救长子的生命 不费超过15分钟 能够有这样的速度 是依赖服务队伍的事工和这样子 长期摸爬滚打 熟悉长子位置的结果 得民心及重志 才能汇聚起更大的合力 如今 山头护院通汇集的老年人 由1500名增加到3.6万名 志愿者力量 也由300多人发展到2400多人 这些志愿者 在日复一日的助老服务中 锻炼出18般武艺 磨练为民服务的信念和意志 他们扛起爱和文明的旗帜 用青春之色守护夕阳红 服务长者的工作很繁琐 有时候很紧急 经常半夜出动 行业出动 有时候还要掏份 爬高爬低 我愿意在这样的志愿服务中 锤炼青春本身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老年人的居家养老紧急援助方面 有了越来越多多元化的需求 汕头护元通 与时俱进 用心用情解决长者需求 稳稳托起长者的幸福晚年 在这个精准化和精细化方面加大这个力度 帮助他们的爷爷奶奶去消除这种树热鸿沟 共同来享受这种社会所带来的生活和工作方面的便利 住房是民生之药 承载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今天上午 在2023年 汕头市是本级公租房第二批食物配租会议上 我是212户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得到安置 至此 我是实现今年多渠道筹集公租房500套的承诺 让更多的群众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 本次配租房源分布在朝新园、常新院一区 光华北一路三旧改造配件公租房等片区 共241套 今天上午 在市月东公证处全城现场公证下 通过电脑随机配号 参与的保障对象都分配到房源 部分符合实物配租条件的群众代表 受邀在场见证 林女士的丈夫身患肿瘤 女儿患系统性红斑狼疮 一家三口租住一处30平方米的房子 丈夫患病后无法自行上下楼 每次就医都得找人帮忙接送 当得知配租到有电梯的公租房后 母女十分开心 真的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感谢政府对我们的帮助 老公可以 有看七月的时候 可以做电梯下来 不用叫整家去提 我非常激动 我就感觉如果今年有办法 给他做到新房子就好了 可以减轻一些负担 现在每次交租金都拿不配租钱 一家人可以好好生活 今年71岁的汪伯和患病的儿子 住在一处老旧房子 每逢台风暴雨天起 都要到社区的庇护所暂住 今天配租到潮心园的房屋 他第一时间跟儿子分享这个好消息 而对于单亲母亲陈女士 和她正在上高三的儿子来说 居住环境的改善 则让儿子冲刺高考 有了更足的动力 新增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1500套 多渠道筹集公租房500套 是2023年 汕头实践民生实事之一 自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市住建局将主题教育 与重点工作相结合 扎实推进民生实事目标任务 对于第二批公租房房源的分配 住建部门也进行了贴心周到安排 确保符合条件的住房困难对象 都能得到安置 且超九成的住户都能住上电梯房 我们通过多渠道筹集房源 细化分配方案 确保入围对象均能分到房子 不落下一人一户 在房源筹集过程中 优先将定梯房作为配租房源 对于非定梯房 尽量考虑低楼层房源 最大程度方便困难群众生活起居 至此2023年实践民生实事之 加强住房保障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通过 公租房保障楼里民生理性 同时通过保障性租赁住房 解决新市民 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问题 全力保障群众住有所居 今天上午 我是举行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推进会 通报全市产改工作情况 并对明年工作做出部署 市委副书记秘书长 是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赖小卫 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市总工会主席 是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领导小组 副组长马翔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 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 及我省实施意见 扎实推进改革各项工作 不断开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新局面 找准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努力打通产改最后一公里 牢牢把握产改在高质量发展大局中的重要地位 要持续在强化思想引领上 在建工立业时效上 在提升技能素质上 在维护合法权益上下功夫 引领团结产业工人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 积极投身自主创新实践 为推动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培养更多工匠和高技能人才 为全市高质量发展 创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 要密切协同配合 确实形成产改的强大合力 要不断深化汕头市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 微博市坚定不移走好工业力士产业强势之路 构建三星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 和百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 提供强大的治理支持 人力保障和技能支撑 12月27号晚 由市征兵办主办的2024年春季征兵宣传启动仪式 在小公园举行 市委常委汕头警备区大校政治委员张红俊 市征兵办主任汕头警备区大校副司令员刘贵平出席活动 启动仪式上 市征兵办号召全市市林青年积极投身国防 踊跃报名参军 驻军部队和金平区文化馆带来了强军之魂 有我在走向深蓝等军旅题材的节目 活动中市区两级领导 还为今年立功受奖的12名军人及家属颁奖 组织开展入伍政策现场咨询 营造了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浓厚氛围 2024年春季征兵已经全面展开 征集对象以大学毕业生为主 市林青年可登陆全国征兵网报名 报名时间截止2月18号 今天上午 汕头市富幼保健院新院区举办落成启用仪式 这是我是创建区域医疗高地的又一项成果 新院区占地面积是老人区的10倍 设置床位900张 颜值与实力双双提升 作为越东地区首家二级甲等富幼保健院 汕头市富幼保健院是集医疗保健预防科研教学及健康教育 为一体的母婴保健专科机构 新院地址龙江路6号占地70亩 医院按三级医院标准建设 院区布局突出为妇女儿童服务 配套多种设备设施 老院区我们用医疗的建筑面积 大概是一万一千平方 我们新院区总共是十万六千平方 所以整个体量包括建筑规模是大了十倍 在庄业上除了强化我们原有的产科 妇科 儿科 新生儿科之外 我们还重点把这个儿童康护 做我们新的一个亮点来加强建设 新院只有十几平方到二十平方的一个面积 然后到新院有近一千平方 我们这些新王镜就是四字的比较温馨 汕头市富有保健院始建于1948年 2022年11月 成为越东首家一次性获得产前诊断 全技术板块服务资质的富有保健专科医院 与华大基因联合建立出生缺陷精准防控实验室 开展代谢性疾病 糖氏综合征等基因遗传性疾病基因诊断 服务范围逐渐延伸至越东其他地区 未来医院将大力开展专科学科建设 医院综合化建设 打造现代化妇儿医疗保健服务体系 建成智慧与人文相结合的现代化三级甲等专科医院 为汕头乃至越东广大妇女儿童带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目前老院区保留部分门诊科室 医院将在近期完成整体办前 此后老院区将全面停诊 是领导李律案李昭蔡荣出席启用一事 记者从今天下午是生态环境局召开的生态环境治理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23年以来 汕头市生态环境系统积极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 牢牢守住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的底线 推动环境治理体质增效 使汕头天更蓝水更清山更清 1至11月 地表水环境质量稳定达标 全市五个国考断面 两个省考断面水质均稳定达标 34个集中式饮用水源 17个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100% 其中 寒江水环境质量保持优良 炼江海门湾桥闸国考断面水质达地表水四类标准 流域内生物多样性逐步恢复 大气生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全市空气质量 AQI达标率97.9% 同比改善2.4个百分点 1118个自然村完成生活污水治理 有效治理率达96% 农村污水治理工作走在全省前列 今年3月 省公布2021年度环境保护责任 即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站成效考核结果 汕头获得优秀等次 连阳河成为全省唯一一条获凭全国2023年度幸福和湖的河流 10月 城海区获第七批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 成为越东地区唯一一个获此称号的区县 推进生态环境建设是落实百千万工程的一项重大政务 下来 我是生态环境部门将聚焦重点方向 全力打好狼天避水净土保卫帐 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二是生化标本监制 加快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立式低趟转型 积极推进科学降趟 精准降趟 安全降趟 让立式成为工业立式 厂业强势的鲜亮底式 近日 2023年 汕头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化监管推进会 继乡村振兴普法下乡现场活动 在城海区合力农蔬菜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举行 副市长赵志涛参加活动并讲话 本次活动由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农业农村局联合主办 城海区农业农村局协办 活动启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格化加系列行动 为汕头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加合格证服务示范点和全程追溯示范点售牌 以及为汕头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网格员代表售齐 现场展示了汕头乡村振兴工作成效 明优特农产品 设置农产品质量安全全链条监管演示区 我们合作社领城每卖出去一个农产品 我们都会开出这个承诺合格证 在我们这个承诺合格证上面有一个二维码 顾客通过扫描这个二维码 能够知道我们合作社修处这个农产品 它如何种植的以及如何拥有用回等各方面 让顾客能够买得安心吃得放心 这里检测的是蔬菜中有机磷和氨基甲酸 类的农产残留的快速检测 整个检测过程是30分钟内可以出结果 我是全面贯彻今年1月1号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和8月1号起实施的汕头经济特区乡村振兴 实施条例 推动基层网格化监管四个一行动 取得阶段性的成效 今天下午 金平区在东方公园举办 爱善阅读共化百千万全民阅读主题宣传 继学习强国金平荣媒号上线一事 学习强国金平荣媒号 聚焦全区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实践 充分整合金平区融媒体中心优质资源 设置聚焦金平 大美金平 文明金平 魅力老部四个栏目 作优内容供给 展现金平人 金平市 金平景 我们希望利用这个平台 把我们的一些亮点工作和成果 更好的传播出去 活动上 金平区学习强国 学习达人和学习知心 分享学习心得 金平区在全市率先组建百千万志愿服务清旗队 和百千万百姓宣讲团 活动为清旗队授旗 为百姓宣讲员颁发聘书 常态话的话就是进基层进校园 让我们的基层群众享受文化的盛宴 观众朋友 今天的渗透新闻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感谢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